钻石 再加一个钻石块 不是吧 怎么 怎么这么大一个 这个钻石膨胀了呀 哈喽 各位好 我是吃不饱的娜娜 今天我要去寻找MC里的影像物品 那么想要获得这个钻石呢 首先得去挖到足够多的原版钻石 快快快 冲冲冲 我们去挖钻石 下去重演呐 哎哟 这也太巧了吧 框栋底下刚好有这么多的钻石 嘿嘿嘿 会不会太假了一点啊 那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获得了足够多的钻石 下一步就是在工匠制作台上 做出钻石转换转 然后呢 L打开成就栏 就能看到各种钻石的配方 最上面的是水钻 树钻 还有土豆钻 下面呢还有钻石钻 包括这个超级大钻石 各种各样的钻石啊 让我来试一下啊 八颗钻石再加一个钻石块 哦不是吧 怎么怎么这么大一个 这个钻石膨胀了呀 我给你取个名吧 叫真钻石 虽然这个钻石有点膨胀 但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呢 比如我们合成一个头盔 再合个钻石键 都是可以正常合成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彩虹钻石 需要用到红橙黄绿 青蓝紫和粉色 这八种染料 将将彩虹钻石 名字都是彩虹 它本身的颜色也在不停的变化 RGB玩家狂喜 话说这个钻石能做成周边就好了 我把它放进机箱里面 应该挺好看的哦 再来看 墨影钻石吧 需要四个墨影珍珠 再加一颗 打 钻石 墨影钻石能用来传送吗 没 没反应啊 丢出去吗 也不行啊 这些钻石好像都没有特殊的用途 就是看着比较好玩 那我就把这些钻石都做出来吧 将将将将 完工 所有能做出来的特殊钻石都在这里了 最显眼的就是这颗大钻石 和经验平钻石 因为这个数据包暂时还没有进攻 功能暂时只有这些 后续这些钻石还会增加很多好玩的用途 比如说制作超大钻石斧 彩虹钻石剑什么的 我勒也会继续关注这位作者 给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包的后续 关注奶奶的频道 发信更多有趣的内容 视频制作不易 请大家多多算订支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